Hi Camera, 我是Carol, 斯丹尼, 又來到路吹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看醫生 我現在又有點沙沙地 說了一個星期 拍了十條、八條片, 又是這樣 我想我真的要怎樣去養一條喉嚨才行 但說起看醫生 老實說, 加拿大看醫生真的很困難 但說怎樣困難之前 大家一定要記得追蹤這個頻道 記得按讚、留言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加拿大和美國的資訊就會在腦裡吹 記得要追蹤我的主頻道KLRO 將會有Vlog、生活資訊和旅遊影片 都會在這裡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看醫生 我們在加拿大分開每個省都會有不同的制度 我們BC省有MSP 看醫生的難度 每個省都會有不同的 就像我這樣 我現在就算有家庭醫生也好 其實我現在檢測了一些檢測後 你要等一份報告 你要約一個醫生、家庭醫生 有些人可能會約得快些 而我是在說三個星期 約三個星期之後才可以看到 甚至乎你有喉嚨痛、咳傷風感冒 如果你想看你的家庭醫生 都是兩至三個星期 有很多時候會想 我還是買成藥 或者自己吐一下吐好 但有些事情 始終都要看醫生才安樂 例如有些事情需要檢測 例如有些事情覺得 好像個人有點不妥 但要等兩三個星期 真是很惡頂 唯一你所要 可以比較趕那時候要做的 要麼就入急症室 再不是的話 就是普通的Walk-in-Klinik 你去Walk-in-Klinik 有很多時候會覺得 那些醫生都是比較隨便的 可能是沒有那麼好 但也不是的 有些人會盡責任 就好像上次我帶我媽媽去看醫生 他只能看Walk-in-Klinik 沒有家庭醫生 去到Walk-in-Klinik 就遇到一個好的醫生 亦給了抗生素去吃 亦幫他診斷了 就說細菌感染 結果最後 其實要每一天去醫院 就去了十二天 我去急症室去了兩三次 所以搞到都很頭痕 一個沒有身份的人 就看醫生 其實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這個是小小的經驗分享 遲些再深入一點再說 但是說回Walk-in-Klinik 已經是見到一個比較好的Walk-in-Klinik 老實說 醫生亦都非常盡責 我亦都看過一些沒有那麼盡責 去到一些超級市場的Walk-in-Klinik 他真的什麼藥都不給我 這些是你自己喝杯檸檬水 曬太陽就會好 其實我真的受不了 家庭醫生都已經是好一點 可以說多兩句 但其實現在還是叫做電話問診 對我來說我真的覺得 不是那麼好受 老實說 有時我真的想你去看一看醫生 譬如我說扁桃腺發炎 我也想你摸一下扁桃腺 是不是真的發炎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真的發炎 你才知道的 你是醫生 但沒辦法 有很多時候我們只是電話問診 還要等了兩三個禮拜之後 才來一個電話問診 我覺得就差一點 那些 過了COVID之後 現在全部都是電話問診 但是看你自己怎麼看 你可能覺得 Walk-in-Klinik 或者你自己要看Family Doctor 你要時間 你要開車去 很煩 我寧願電話問診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會不會可以讓我們選擇 可以讓我們自己面對面 見一個醫生呢 其實我自己是很希望 真的會看到醫生 我寧願開車過去的 但說回剛才 Walk-in-Klinik 必要時是需要看 但就要看看時間 究竟是怎樣 等待的時間 我可以給大家一點點資訊 這個時間上面 等待時間 BC省我們這裡 最長 雖然上次我帶我媽媽去看Walk-in-Klinik 其實都是20分鐘左右 但是 根據統計數字去看 這個統計數字 其實是Global News那裡提供的 這一個 BC省是等待93分鐘平均 Alberta等待66分鐘 沙省是71分鐘 Maritoba最好 45分鐘 其實安省不錯 這麼多人都是 只需要59分鐘 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Nova Scrocher 72分鐘 第二低已經是安省 第二低已經是 我覺得50多分鐘 一個小時內 都勉強叫做OK 你香港等也要 你去找些比較差的醫生 馬上有得看 你去等個好一點的醫生 隨時真的兩三個小時 我之前試過找一間太子 在大廈地站出口 有個醫生長期有幾百人排隊 很誇張 那個人真的發了答 那個醫生真的發了答 不過他肯用藥 肯用藥是對還是錯 就自己想想 你想快點好 有些人覺得肯用藥最好 但其實去到奧塔利歐也有分 例如多倫多是72分鐘 但去到Hamilton 可能是68分鐘 或者有些省仔 比較偏離 郊區 可能是40多分鐘 30多分鐘都有 但平均是59分鐘 平均水平在安省 Walk in clinic 總是有他自己的好處在 但你想看Walk in clinic 都不是一件好的事 亦會有一些遭遇 不過我講這個遭遇之前 再給大家一個數據 就是安省醫學協會 OMA 表示 直到2024年1月底 安省有230萬人沒有Family doctor 預計到2026年 將會有440萬人沒有家庭醫生 佔了整個安省總人口 四分之一 都會沒有Family doctor 究竟怎麼辦 這件事是 有雞鮮還是有蛋鮮的問題 有些人覺得是淺漢 有些以前的做法是怎樣 我不知道 那些醫生只能收多少個病人去看症 有一個限額 根據你的限額 每天接收你的需要看多少個症 而去收費 但以前的省是有限制的 不能收得多 收得多了都是沒有錢 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改善 而令到有很多醫生 其實我不收那麼多症 我收那麼多症都是白做 那我不如就不做 亦都這樣說 早幾集 十集八集前 都有說過 其實醫生也有自己的難處 原來這裡是很多的Document 需要交 亦都有很多自負盈虧 很多支出 或者聘請人 算下條數 原來他不是很高薪金 一個醫生隨時都是說 十萬元鬆一點 當然有些賺到很多錢 也有些賺得少錢一點 所以有些醫生會選擇不做 但在多倫多曾經發現一宗個案 就是多倫多的一位女士 他就因為家庭醫生 沒有空間 不是馬上看到 但其實他又不想去急症 他就唯有去看 Walk in clinic 他自己是有家庭醫生的 他就跟Global News說 他就說 在2020年一個週末 他就發現了自己 自己幻想腸胃炎等等的問題 做討餓 令身體不適 去家庭醫生看 他因為不開門 預約得來的話 又要時間 立即又沒有醫生看 你可以去急症室 當然去急症室 但又隨時等幾個小時 我近期試過 最長試過等8個小時 而Walk in clinic 就比較快一點 無論你去超市 也會有 有些在Walk in clinic 綜合的中心 也會有 這次他去到Walk in clinic 就看了醫生 這個醫生 當然 例如我們這裡有MSP 其實也不會收你費用 雖然表面上 不是收你的費用 但原來在多倫多 有一點玩法 當這位病人 再去Family doctor 登記 就想繼續去醫治他自己的腸胃炎 那時候 或者這個護士就跟他說 這次你遇到麻煩了 他就跟他說 因為你去了Walk in clinic 就看醫生 那你去Walk in clinic 看醫生的錢 就全部從我們那裡拿回給他 而令到我們現在賺少了錢 都是錢作怪 醫生就跟他說 你應該去急症室 老實說 急症室是剛才所說的 你幾個小時 八個小時 六個小時 怎麼辦 有時已經不舒服 也要作為一個病人 喂 我去Walk in clinic 是我自由 沒想過 去到Family doctor 醫生會給別人說 喂 你現在麻煩了 你的報告回到我 但你就去Walk in clinic 看 我現在要付錢 Walk in clinic Walk in clinic的醫生 就會收取我們的費用 而令到他們賺少了錢 在多倫多有一個叫FHO的計劃 家庭醫生可能會受到處分 正常來說 亞省 BC省 他們有支付計劃 叫做中向家庭醫生支付計劃 意味著根據醫生工作時間 提供服務 病人數量 就可以獲得報酬 但多倫多會有少許不同 根據剛才所說的FHO的計劃 家庭醫生可能會受罰 因為FHO的計劃 是以人頭去計算 而這個人頭 不是以問診的計算 是以自己有多少病人去計算 這件事 就像剛才的情況 如果病人去了Walk in clinic 去看 Walk in clinic 假設醫生在中期評估 需要支付37元 而醫生正正要失去37元 又是錢作怪 基本上病人沒有醫生看 你去Emergency 反而醫生不會有任何問題 因為他覺得緊急情況 便不會扣他錢 但在醫療體系之下 就是如果你去Walk in clinic 而令到他的醫生 便會有金錢上的損失 他便會告訴病人 不過我覺得 大哥 作為病人已經很痛苦 你現在還要說這句話 究竟你加拿大看醫生是怎樣的 連看Walk in clinic 都要計算數 會不會被人兜出來 或是被家庭醫生小丙 其實真的很搞笑 也有網友說 看醫生的預約其實是一個笑話 有誰知道何時會生病 自己生病時當然想看醫生 的確是 老實說 吃錯東西 腸胃炎怎知道 可能突如其來兩小時後便肚痛 你真的想找醫生吃藥去幫助自己 對不對 再不然就真的吐 所以其實是很痛苦的 不過BC省 我也有一個是藥劑師的朋友 其實觀眾現在是朋友 有時候我也會請教他們的意見 原來他們現在BC省的藥劑師 是可以開一些藥給病人的 但當然是有局限性 例如敏感 鼻敏感 例如咳那些不行的 例如你有頭痛 或是胃痛 有辦法可以給你一些藥去吃 藥劑師是可以 基本上好像一個醫生的作用 也有些網友說 既然Walk in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為何還需要有家庭醫生呢 加拿大的醫療體制 真是非常搞笑 還有就是 付費按人頭 不是按服務次數去計算 是非常大的問題 星期日沒有病體 如果嚴重度要看急症 家庭醫生又不開門 又不能預約 其實真是很荒唐 是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是 在我們生活在香港 雖然那些錢是要自己給 在保險 但我們說看醫生 基本上星期六日都會有醫生看 現在這裡也會有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裡的醫生 都不太捨得去開藥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可能他覺得 尤其是開抗生素 那些藥水也是 你想他開藥給你 難過登天 現在是很難的 當然他可能說 為你健康著想 你又不是他拿錢 那些藥 都是你自己出去買 但他們真的 很嚴格 很嚴格 真的叫你喝杯檸檬水 那我為何要看醫生 那麼辛苦 我走到去 看完醫生 你叫我喝杯檸檬水 所以我真的 又不是很滿意 說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Walk in Kinect 或者看醫生的遭遇 可以在下面留言區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不要走 大家在香港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小紅曲奇 即是入口即容 非常鬆化的手指曲奇 大家有沒有掛念 我們自家品牌的廣察系列 剛剛跟本地曲奇餅品牌 Butter Crumbs 推出了一個全新的Combo套裝 在這個套裝裏 大家可以飲損我們其中一款茶 例如正宗的港式奶茶 正宗的港式檸檬茶 另外再配合一盒12塊 由Butter Crumbs製作的曲奇餅 當初我們包括了三個口味 牛油原味 茉莉花綠茶味 和阿薩母茶的紅茶味道 絕對是下午茶的最佳之選 大家只需要去到我們的 County.ca 或者Butter Crumbs.ca 就可以以優惠價買到這個套裝 快點去買吧 Count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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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分享到此為止 記得按LIKE 留言 分享給朋友觀看 老吹的頻道 會有加拿大和美國的資訊 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最重要還要追蹤我的主頻道 KRO的主頻道 將會有很多生活的Vlog 和旅遊的影片 很開心地在那裏 和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大家對我有興趣 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東西 好 就這樣 拜拜